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台是想說回來再給你們錄機械圖導讀的這本書的導讀第七條 不過現在剛好有點空就幫你們錄一下 之前我們用到六為止我們講的是說 我認為所有的保養品 因為第一個它的單一原料 單一原料我們其實沒有很長的人體數據 這是事實 然後這些混合原料以後 我們又沒有混合原料的安全數據 所以我認為應該藉重藥理學上曾經有過的歷史 就是說藉重醫師們不斷的監測這件事 可是藉重醫師們監測用肉眼看實在很困難 所以我們把它放大一看可以造成它紋路的變化 這也是我之前大概跟各位報告過的情況 那今天的第七其實要跟各位講的故事很簡單 就是我們開始來講 就是想要了解保養品不能只看成分表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DIY風潮之後 大家都開始在思考說 保養品要怎麼去理解它 那成分表當然是一個廠商 成分表當然是一個廠商很誠實的一個來源 它就應該這樣子 可是各位不知道的是 成分表以後其實有很多眉角 有很多竅門 我不反對你們看成分表 我不反對你們看成分表 可是也支持說廠商用成分表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成分表有幾個陷阱 就是說成分表是表示的 這個保養品廠商的完全的問題 我現在先跟各位講 我們還是用第一次跟各位講 那個唐太宗的那個故事好了 就是在我賣的牛肉麵跟另外一家賣的牛肉麵 兩家的牛肉麵 我們都是寫成分 就是鹽、糖、花椒、花椒油、牛肉 兩家的標示一模一樣 那你能告訴我說這兩家的水準是一樣嗎 不是 第一個 我們的牛肉多少是不一樣的 可是成分表裡頭是沒有比例的 你可以仔細看成分表裡頭幾乎是不含% 沒有任何的比例 那當然有些成分它在比如說什麼維他命C3% 那你告訴我除了維他命C以外 它的防腐劑幾% 它的香料幾% 它的其他這些東西幾% 他們其實是不寫的 所以成分表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成分表你是看不到% 仔細看一下你的成分表 第二個 就是說 好我們用剛剛那個牛肉麵來說 我的牛肉跟它的牛肉很可能一個是澳洲一個是美國 那一個是肩胛肉一個是腿肩肉 那一個可能是碎肉 就是散爛肉一個可能是正肉 甚至一個可能是污染的臭肉一個可能是好的肉 可是你什麼都不知道它就寫牛肉 Beef這樣 現在請你告訴我 你在保養品上面所看到的Rossy Strap 就是玫瑰萃取物 這樣子一個東西 難道你能告訴我說 這個玫瑰萃取物裡面 A跟B跟C都一樣嗎 就是我們在討論 消費者往往犯了一個錯 我們在討論左旋C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這家左旋C3% 那家左旋C4% 好像那家左旋C比較高級 第一個 它們是同樣的左旋C嗎 第二個 它們是同一個原料商出來的嗎 如果不一樣 它們的原料等級一樣嗎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我們在接下來的這一節 就是想了解保養品 不能只看成分表這一節 我們會繼續往下講得更清楚 那最後剩下一分多鐘兩分鐘 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另外一個概念 我們來聊一下果酸好了 就聊一下果酸 因為果酸這個概念 其實跟成分表也很有關 比如說我們常在講說 這個人用15%果酸 那個人用15%果酸 一般的老百姓想到的是15%果酸 是的我知道 可是如果你知道果酸事實上會破壞角質 使後面的東西容易滲進去 那你就可以理解15%果酸加85%農藥 跟30%果酸加70%農藥誰比較危險 事實上是85%農藥比70%農藥危險 我拿這種比較極端的比喻 並不是故意要詆毀這樣的產業 我只是告訴各位說 當你在使用某個東西的時候 你常常看到是3%左旋溪 5%左旋溪 8%左旋溪 現在請你告訴我 你真的覺得3%左旋溪比較重要 還是剩下97%比較容易滲入 機械流這本書要告訴你的 就是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還可以很清楚告訴你 隨著繼續往下走 你會發現保養品廠商自己也不知道 那唯一能夠知道的就是 我們不斷去監控它 就像當年我們幫Aspirin的廠商監控出來 我們知道Aspirin除了止痛以外 還可以產生胃痛 然後它又可以用來預防血栓的過濃 這個就是醫學界應該對保養品所採取的概念 就是醫學界不斷去監控保養品 那這也是其實我這整本書主要的精髓 那今天先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